Verse Verse这个字呢 是个单音节的字 各位同学有看到吗 这个是一个er 那er在这边我们发成er的音 来这边做个记号 它是发成一个er的音 所以这整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Verse 那Verse呢 它的词类呢 是个名词 属于不可数的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诗 或者是韵文 此外呢 它也可以当作可数的名词 那我们中文翻成诗的一个章 一个节 我们就叫做Verse 或者是一个歌曲的段落 我们也叫做Verse 那同学呢 不要以为这个字呢 是一个新的字 其实这个字呢 它曾经在各位同学 学过一个非常熟的一个字 来我们看看 不知道我们的同学 可以猜得出来是哪个字 是哪个字呢 叫做Conversation 这个字 各位有印象吗 好 Conversation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呢 叫做对话 绘画或者是对话 OK 不是这个绘画 是这个绘画 对不对 叫Conversation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来 我帮各位呢 分个音节看看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 Conversation 总共四个音节 大家一看到就知道 是个名词的字位 那Conversation呢 各位这边有看到 这个Verse 这个Verse 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 就是Verse这个字根 好 就以这个Verse 那为什么对话 会跟诗产生关系呢 以前的文人 他们呢 在彼此呢 沟通的时候都写信 对不对 他们那时候不写信 他们那边说写诗 一方面呢 可以炫耀自己的文 文学的涵养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就久而久之呢 就流传到最后 就远变成 Conversation这个字 所以这个Verse 其实各位同学呢 可以把它拿来 跟Conversation这个字呢 放在一起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下面这个例句 好 他说 Most of William Shakespeare's works were written in verse 好 他说 Most of 各位 这个片语呢 大家应该要很熟了 对不对 大部分的 什么什么东西 来注意哦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要揭名词的话 前面要有一个介细词 大部分 这时候的Most 当作一个代名词 好 他说呢 那个 那个 莎士比亚的 大部分的作品 Works 好 来各位 这边要提醒同学咯 这边的Works 在这边 有没有 他当作可数的时候 可别忘记了 来这边 Work 他当作可数名词的时候 这边呢 我来 在这边 好 可数的时候 特别要记住到一件事情 它不是翻译成工作 它是翻成作品 当它是翻成工作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到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OK 好 所以呢 这个他说呢 萨士比亚呢 作品当中的大部分 Were written 好 这个Be written 大家都知道 这个written是right的 过去分词表 Be Don Inverse 以什么样的方式 以什么样的文体 那在这边呢 他用的是介细词 用in 那同学呢 要记住一下 Inverse 就是以诗 这样子的文体呢 来写成的 好 那么接下来看 第二个例句 好 第二个例句 它说呢 In this poem The first three verses are about my family And the other three are about my dream 好 那在做诗里头 The first The first three verses 好 这前三节 好 就是诗里面的章节的节 Or about 是关于我的家人 And the other three 好 另外的三节 are about my dream 好 所以呢 这个例句 也简单 就介绍在这里 所以这个字 单音节的字 我们就念成 verse verse